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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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我和大家談一個題目 叫做個人對和諧社會的重要 還記得國家領導人胡錦濤先生 向我們的曾拔手 在兩會期間 向他面授機嫌 特別說給他聽有十六指的爭言 首先要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 推動民主 促進和諧 為什麼國家領導人要提及和諧呢 就是因為一個社會的和諧 是我們今天人生存在這個世界上 很具備的基本條件 但是為什麼能夠令這個社會 成為一個和諧的社會呢 其實在當中 我們每一個人的角色都很重要 雖然我們經常聽到有人說 一個人是很渺小的 微不足度 產生不到什麼影響力 有人經常說自己是一個 small potato 但是大家都要從另一個角度去看 原來我們每一個人 都在社會當中有自己的角色 每一個人呢 對社會呢 其實都產生直接的影響 原因就是因為這個社會 是由無數的個人去組成的 大家還記不記得 最近有一位輪椅上的天使 金晶這位女士 她做聖火傳遞的火巨手 結果在中途被人搶他的聖火的時候 她就奮不顧身 彎下腰 用身體保護著聖火 以至於這個聖火 沒有在億萬人面前 受到破壞 或者是被搶走 那麼你想想 一個傷殘的運動員 身體是非常之脆弱 但是她能夠呢 用她所有的能力去保護這個聖火 由此可以看到呢 一個個人的力量呢 都是非常之的重要 因為這樣原本呢 今天我們去思想到 一個和諧的社會 其實呢 跟每一個個人的和諧的元素 是密不可分的 如果我們期盼 希望我們今天能夠安居樂園 居治是一個和諧的社會的話呢 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 都可以去貢獻出自己的和諧的因素 一個人要擁有和諧的因素呢 其實她需要具備四項的條件 第一就是她需要人與神的關係 和諧的和諧 當人與神的關係疏離 或者有隔膜的時候呢 人就很容易突顯自己 或者是標榜自己 做起事上來呢 人可以目中無神 目中無人 其實呢 都挺得人害怕的 所以呢 你看到很多時候呢 當一個人他很自大 很驕傲的時候呢 你看到他帶來對社會的破壞呢 也很大 但當一個人他能夠和上帝 建立一個和諧的關係的時候呢 他會很客觀的 來認識自己 所以如果一個人能夠和神有和諧的關係的時候呢 他也能夠引育出一個和諧的一個人生觀 還有就是人與自己的和諧 很多人對自己都不太認識自己 就算認識自己也好呢 很多時候呢都沒有能力去改變自己的問題 所以我們人對自己的內憂呢 是相當多的 對自己的問題呢 亦都是很束手無策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我相信呢 我們是更加需要來到去 學習到怎樣去依靠 從神而來的力量呢 去改善自己個人的問題 當然呢 人與人的和諧也很需要 因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呢 亦都是很微妙和很複雜 還要加上一些利益的因素呢 所以人與人之間呢 很多時候呢 會是產生你真我鬥 或者是明真暗鬥的事情 甚至是面和心不和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怎樣能夠去學習和人相處 怎樣能夠學習呢 去對人呢 以一種真誠 與人相交呢 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學習操練 最後呢 人與世界的和諧呢 也都需要注意到的 因為人對這個世界 往往有一種霸道的心態 以為世界是屬於自己的 任由自己去擺佈 為所欲為 其實這個是錯誤的 因為上帝做人的時候呢 是將這個世界托付給人呢 去管理 人應該用一種的外護 看守 和呢 一種珍惜的態度呢 去管理這個世界 所以 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 具備上述呢 四項條件的時候呢 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 就能夠擁有這個和諧的因素 當我們有這些和諧的因素 要注入這個社會裡面的時候 我就很深信 我們就大家能夠 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 盼望我們每一位都能夠盡自己的力量 去建立這個和諧的社會 為了要令到這個社會更加和諧呢 所以我們最近呢 就舉辦一個叫做優則人制和諧社會的運動 這個運動的特色呢 就是我們希望在不同的社群當中呢 來去舉辦一些的專題講座 例如我們向教育界的老師啦 醫療界的醫護人員啦 紀律部隊的成員啦 教會的掌執啦 和商界一些的精英呢 來去推介到 怎樣我們可以 產生一種的和諧的因素 能夠建立一個優則的人制 使我們呢 能夠和人相處的時候呢 大家可以有一種和睦共處 甚至可以發揮到這一種的和諧 大家共同來去關心的 這些重要的元素 希望大家呢 留意日後我們有些的宣傳啦 有些的海報呢 派出來的時候呢 大家留意這些日期時間地點 歡迎大家去參加 一起的去推動這個社會 成為一個和諧的社會 多謝大家